陕西西安21岁的女孩小婷的经历 前一段时间小婷因为一场感冒住进了ICU 而且心脏是连续多次骤停 在鬼门关前不断地徘徊 才21岁 年纪轻轻的怎么能扛不过一场感冒 咱们来听一听医生是怎么说的 患者呢 基础就有一个慢性身脏病的病史 自己呢没有好好地休息 检查以后发现他心肌的随伤 非常大 表现了一个恶性的心肌时常 多次的晕觉 他再来晚一些呢 可能就是传在心上住息 导致你这失望 你说咱都知道啊 感冒了就得好好休息 身体才能恢复好嘛 但是小婷是个熬夜党啊 在感冒生命期间呢 也没有好好休息 而是连续熬夜复习 这才诱发了爆发性的心肌炎 差点危及生命 姑娘爱学习 这个劲头呢是值得肯定的 但是学习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生病了咱就该好好地休息 身体好了咱们再学也不迟嘛 对不对 是吗听医生介绍啊 小婷这几天啊 在医院的医治过程都觉得挺害怕的 刚入住ICU 小婷就两次短暂昏厥了 好在很快恢复 可是没想到之后 小婷又出现了多次呼吸困难 烦躁昏迷心脏骤停的情况 好在抢救及时 医生把小婷从鬼门关里拉了回来 目前经过治疗 小婷的病情基本稳定了 已经能够下床活动 万幸呢 小姑娘还这么年轻 经历了这么一遭 这以后可得好好的爱惜自己的身体 是啊 你说现在年轻人工作压力大 平时呢也不太注重健康的生活方式 为了工作事业往往比较拼 超负荷工作不注意休息 很容易抵抗力下降 像小婷的这种爆发性心肌炎呢 就是身体对于病毒感染的一个过度反应 也称为超敏的免疫反应 那么啥叫超敏反应呢 其实呢就是身强力壮的年轻人 往往这个病毒来的时候呢 免疫系统军队容易过度反应 在杀灭病毒的时候呢 把好的心肌细胞也给误伤了 好多人觉得自己可能现在年轻嘛 身体好 熬个也没啥事 回头补个教是不是就行了 我跟你讲 我年轻那会儿也这么想的 但是你看现在 你让我熬夜我都熬不起了 熬一休 我得好几天才能缓过来身 那真是伤不起 你不管怎么说 现在还是有很多年轻人 就是熬夜的 那怎么说来着 月亮不睡 我不睡 我是秃头小宝贝 这熬夜呢 可不仅仅有掉头发 秃头的危险 危害还很多呢 比如说这熬夜呢 会引起这个超重肥胖 人在这个睡眠状态的时候呢 会分泌帮助变瘦的激素 有助于肌体分解脂肪 如果长期熬夜 则会导致激素的分泌紊乱 这脂肪堆积 导致肥胖的发生 另外呢 熬夜会导致睡眠不足 还会导致身体分解肌肉 使身体的这个肌肉率的下降 体质变差 还有长期熬夜呢 会导致肌体的免疫率下降 增加患癌的风险 晚上如果睡眠不足 就会导致肝脏的修复 受到影响 损伤肝细胞 还有睡眠不足 会导致血压的升高 心脏负担呢 也会加重 另外长期熬夜呢 会导致胃肠道 得不到充分的休息 影响到胃肠道的修复功能 所以看重呢熬夜它伤皮肤啊 长期熬夜呢 会损伤这皮肤啊 使皮肤呢暗沉 无光泽 导致这个黑色素的沉积 出现这个黄鹤斑 痣暗疮粉刺 还会导致皮肤的弹性变差 人的衰老加快 影响到人的外貌 就容易越熬越丑 是吗 那可不越熬越老 你看咱说这么多熬夜呢 这么多的坏处 咱们就别做爱熬夜的秃头小宝贝了 秃头小宝贝 什么叫这 养肠良好的作息习惯啊 多运动多锻炼 别忽视出现在自己身上的小病 别把小病熬成大病啊